2月29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上海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丽言一行。 宋涛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维护台海和平,造福两岸同胞,推动国家统一,共促民族复兴。 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夏丽言代表中国国民党对夏丁海域被撞于传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家属表达慰问,表示将推动尽快查明真相,妥善处理善后。 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交流对话,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